好,再來換這個題目 好,這個題目一樣 來 第一個 老師,這裡距離它是2mm 2mm 2公分 中心線一定要讓人家知道 好,所以這裡畫出 跟中心線是接在一起 好,這裡就不要有 點那一些 這邊齁 這裡都是1公分 這裡2公分 好,我這邊順便一起畫 1公分 1公分 2公分 好,這個題目有讓同學練習到 不是所有尺寸 都要在仕途跟仕途之間 有時候 所以說 你不要在仕途之外 仕途跟仕途之外 好 比較不會造成視覺上面的困擾 好,其實說 實在它可以 你也可以標示在仕途跟仕途之外 好 甚至可以標示在仕途之內 好 所以 記住 尺寸標示這些 基本上都是原則 好 所以原則這種東西 實在 你做的沒有原則 應該不犯法 好 就一樣 你違反原則 應該不算錯 好 因為只要看得懂 計算得出來就好了 好 好 所以這個 OK 好 再來換 這個 好 我把它轉成這樣子 對 好 我比它好畫 邊緣 兩公分 好 再進來 一公分 圓心一定要讓人家知道齁 好 算了 好 這只是圓的界線 好 所以我知道R14 好 所以這邊 說實在 你要標尺寸也沒有人 反 也沒有錯啦 說實在 好 老師還是比較喜歡實心的齁 可是要空心的 我都 覺得 畫起來 怪怪的 啊 來 你看 圓心一定要讓人家知道 好 好 所以 寬度 深度 高度都有了 可是 來喔 文學你可以看喔 齁 這裡 我們就標示在 試圖跟試圖之外 這裡我就標示在這裡 非圓形結構 再來是這個圓的部分 齁 一樣你可以看 這個是圓柱嘛 好 半圓柱嘛 齁 我們可以標示在非圓形結構 齁 他在另外試圖是非圓形的 不是非圓形結構 非圓形的部分 這裡是可以標車 直徑 嗯 20 記住喔 有圓就要直徑或半徑齁 所以你可以看 這裡 不要忘記喔 這個是一個 圓啊 箭頭在外面或是在裡面都可以 好 所以這個圖就是長成 這樣子